第118集 难怪你今天又给飞流换新衣服 准备带他去东宫贺喜吗 令晨揉着飞流的鹅巴笑道 也对 现在有资格去朝贺的人都去的差不多了 你好歹也是随他一起同情春烈叛乱的人 不去露个面倒显得刻意 再说托我的福 你现在也不是鬼一般的脸色 能出门见见人了 是 都是托你的福 梅长苏 办玩笑半认真的拱了拱手 令晨也是办玩笑半认真的还礼 飞流看着倒没什么 狸刚和真平 却不由觉得有几分心酸 只是面上不敢露出来 一起低头 悄悄退下 安排打点梅长苏 等会儿出门的各项事项去了 对了 天牢泄密的事情 监意查清 公语也可稍得宽慰 因为这换求的主意是他出的 后来有这些乱子 他就觉得是他给你添的麻烦 一直心欢愧疚 你病着他还天天过来守 你一醒他反而不敢出来见你了 梅长苏 微微皱了皱眉 主意虽是他的 最终做决定的人 还是我 他回来时 蜜蜂还专门去谢过他 这姑娘 也太钻牛角尖了 你怎么不劝劝 劝过了 自他回来后 整个苏宅的人 除了飞流都去劝过了 可对公语来说 这千言万语 也比不上某个人说一句话 您就说说嘞 主动把他叫来安抚两句 给个笑脸不成吗 梅长苏 垂下眼瞼 神色依旧默然 默默无言了两久 方轻声问道 令晨 若我不去安慰他 他会怎样 令晨 不料他有此问 呆来呆到 也不会怎样 就是心里难过罢了 既然他不会怎么样 那又何必多事 梅长苏 面无表情 死色轻了 我现在 已无多余的力量 却照顾每一个人 心里是否难过 所以 只有对不住他了 令晨不再多说 却一个劝地歪着头 盯着梅长苏的脸瞧 瞧得时间久了 令飞流也不自觉地 跟他一起把头歪了过去 眨动着眼睛 看着苏哥哥 李刚出现在院门外 道 宗主 车马已备好 梅长苏 嗡了一声 起身向外走 令晨在后面 难得正经地感叹了一声 唉 说实话 就一个男儿而言 你的心 还真够狠的 虽然这句话 很清晰地传入了 梅长苏的耳中 他却好似没有听到般 脚步未有丝毫停止 头也不回地离去 空落落的院子里 只剩了令晨 他仰起头 把手掌盖在眼上 透过指缝 去看太阳的光芒 看了半日 大概自己也觉得自己此举无聊 甩了甩手 自言自语了一句 唉 看着美人心忧 帮不上忙 实在醉过 醉过 自受了春烈叛乱之惊 回轮后 又雷霆处置完玉王一挡 梁帝越发觉的身体美光玉下 直撑不来 御医们 四次会诊之后 虽然言辞原话 只说安心静养无妨 但观其容 查其次 梁帝也知道自己情况不妙 人越到老病之时 越觉得生命可贵 所以就算万般丢不开手 梁帝也只得无奈地先丢开再说 东宫经国的御旨 便由此而发 明令凡皇帝不声嘲的日子 就由太子在成秦殿 带他处理日常政务 一开始 梁帝还有刻意试探 从旁品茶的意思 后来 见景延行事谨慎公允 没有因此膨胀狂妄的迹象 渐渐便放了一半的心 除了逢六日 朝三宫六部 众臣入内 蓝总禀报一次朝中大事外 其余的日子 竟已以今 只图保养续命 由于对政事有处置权 也由于大局出定 萧景延这个东宫太子的位子 坐得可比他的前任稳得多 但同时 也要累得多 有时在成秦殿 听起了大量奏报 批阅完成队的折子后 还要在自己宫中 节俭众臣 何以信难学之事 如今的朝廷六部 基本上都是这两年新患的尚书 只有兵部尚书李林 还是前太子在位时的旧人 那一年 私炮房爆炸事件中 他曾经上折 给靖王扣过 私挪君资的罪名 虽然那种事情最后以靖王反得了赞誉为结局 但不管怎么说 反正是得罪过人的 所以 在前太子被废 靖王地位建生的过程中 李林自然是想尽办法 趋以弥谤 可无论他怎么努力 都一直没得到过萧景延的任何回应 太子奉旨建国之后 李林觉得自己的仕途 只怕就此到了头 每日里战战兢兢 等着东宫收拾他 等了许久 也没动静 反而当庭 接到一项重要差物 要求由兵部负责 提交帝都周边 驻君换房的改制方案 李林揣摩了半天 也拿不准这位太子殿下什么意思 直到被户部尚书审追 冷冷嘲访了一句之后 才突然意识到这个主子不一样了 与其先揣摩上位者的心思 还不如先把事情办好 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兵部尚书 对于朝廷兵制的上下情币 其实相当的了解 抛开党争不谈 能力原是够的 此时下了决心 更是把全副精力都投了进去 十日后拟出方案上奏 在朝义中竟大受好评 只修订了个个别戏器条款后 便转成皇帝下旨施行的 主君的认可和同僚的赞誉 带给多年来献身与党争的礼林 久违了的满足和愉悦 而对于显然没把过去嫌悉 放在心上的新太子 他的感觉也由以前的惶恐惧怕 转换成了现在的忠敬威夫 这说起来 党争真像是一场噩梦 虽然有些人已经困死在了这场梦里 但幸而还有些人是可以醒过来的 在东宫拼殿 刚一晚一见正式的审追 感慨道 其实大多数人在势头之初 所怀的还都是济世宝国 光松耀祖的志向 不过官场气象误主 渐渐蒙蔽了人的心志 未免随不逐流了 殿下在更新朝中气象之时 也肯放下机会给这些 实在是人得呀 不过这样的机会 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给 游戏人心性已成 只怕难改 菜拳速来比沈追激进 扬眉道 天下闲事上多 留出些位置 来给那些未受玷污的寒门学子 岂不更好 无论寒门豪门 但凡学子都有近期的途径 朝廷只要能不分门地地 给出公元二次即可 不能交往过正 要知道 为官为政 经验还是很重要的 新警官员在品性和锐气方面 虽然斩忧 经验上却难免差了些 谁是天生就什么都知道的 多给些魔力的机会 自然会老到起来 那也要时间呢 沈追摆了摆手 就比如 驻军换房改制这种事吧 李林的年姿 不是摆着好看的 我想 换谁来办这件事 只怕都不能比他更周全 更能接中要害 我承认兵部的方案很好 但只是个个案 不能推及大多数人 名字和经验这种东西 是因人而异的 有些人一年顶人家十年 可有些人守着一个位置 十来年 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凡事不能一概而论 必须逐一甄别才行 可是天下周府 各级地方官员那么多 没有统一的制度和标准 如何处于真别 这成百上千的朝廷臣子们 哪看别的过来呀 难办就不办了吗 筛筛人才 选先语能 加以任用 本就是地方最主要的一件事 现在师位素餐的人 不是太少 而是太多 太子处政 新朝 当然要有新旗下 萧景言 一直很认真地听着 两个最倚重的臣子辩论 此时 方皱一皱眉 低声道 赛青沈言 哪有什么新朝 赛全也立即反映出来 自己说错了话 蒙起臣谢罪道 臣诗言 臣的意思是指 好了 我知道你的意思 以后小心些 是 萧景言 正准备让两人继续谈 殿门外 徒有内侍禀道 启奏太子殿下 客卿苏哲 先来朝和殿下大婚之喜 现在 一门外后宣 从九安山回来 两人一个忙一个病 又有重重心结 绕在期间 虽然彼此消息传递 仍是十分紧密 但却是许久没有再见面了 因此乍也听到苏哲求见 萧景言一时 静有些恍惚 正正地看着那内侍 万日无语 殿下 苏先生退来贺喜 殿下不请进来吗 沈追奇怪地问道 啊 萧景言回来回神 忙道 快请苏先生进来 内侍攻身退下 片刻后便引领着梅长苏 进入殿中 这段事件 萧景言已经稍稍平复了一下心绪 控制着自己不要露出过于激动的表情 垂目缓行的梅长苏 比上次见面略瘦了些 不过气色却稍稍转好 他今天穿着一袭 秋水色的鼠段长衫 守着一把素膳 乌发树顶 金袖威扬 望着飘逸清雅 气质如玉 但斯仁斯茂 看在一只真相的萧景言言里 却如一把尖刀在胸口直扎一般 令他几乎难以知识 参见太子殿下 死心内殿 苏先生不必多礼了 请坐 给先生上茶 谢殿下 梅长苏欠了欠身 心不落座 而是事与身后的飞流 呈上礼盒 笑道 殿下丽妃大喜 曲曲薄礼 铺撑静意 还请笑纳 萧景言 命适从接过 见沈追菜拳 一脸好奇的表情 笑了笑打开 一看里面只是一对普通的静止玉瓶而已 便知梅长苏不欲引人注目之意 于是也只客套了一句 先生费心了 飞流第一次来东宫 递交完礼盒 就开始左看右看 萧景言知道梅长苏宠他如地 也不想拘束了这个少年 便命他可以随意在东宫各处戏耍 不过梅长苏还是补了一句 就在前面院子里边 才将他放了出去 苏先生 我前一阵子去拜访你 叔叔病了 如今身体可有大安 沈追在萧景言这里向来不会太拘束 所以梅长苏一在他对面坐下 他便关起了问道 多谢沈大人挂念 不会是因为言下 喘机发作而已 没有什么大碍的 蔡全也知道他生病的事 皱着眉头道 苏先生国事之才 请为病体所限 实在令人遗憾 难道就没个根治的法子 梅长苏扫了消警言一言 不想继续再谈这个话题 于是笑了一下 淡淡的道 一切自有天命 慢慢置办 对了蔡大人 听说范玉是落水而亡的案子 刑部已有新的进展了 是 三的真凶很聪明 设立一些迷障 想要误导刑部查案的方向 不过 这案子显然并非预谋已久 而是仓促下手的 所以留下了很多蛛丝马迹 口供也有破绽 先生当然知道 在任何一种凶案中 只要谁在说谎 谁的嫌疑就最重 就算不是凶手 至少也是知情者 竹里慈安的欧阳侍郎 是个最能从细微处 破解谜团的人 要想骗他 可比骗我还难难 这么说 被刑部拘押起来的那个 叫什么的 小妾就是真凶了 沈追问道 暂时还不能如此定论 但他的谎言最多 行为也最可疑 被拒捕前 还曾经试图潜逃 这些都是加重他嫌疑的事实 不过这个女子口硬 目前还在强称 而且 暂时也没有找到 关于他令人信服的杀人动机 听说他是华族人 梅尚苏随口问了一句 只能算半个 他母亲是华族 父亲却是良人 按现在一般人的看法 他更应该算是良人才对 蔡全挑了挑眉 看笑梅尚苏 这个身份 是在追查他的来历时 查出来的 我们也没怎么重视 难道苏先生觉得 这一点很要紧吗 也不是 梅尚苏笑了笑 是因为我最近总是在想 夏江会逃到哪里 所以一听到华族 就未免敏感了一些 蔡新有些惊讶地问道 夏江和华族之间 有什么联系吗 你不知道 沈追睁大了眼睛 看向好友 华族末代的公主 称是夏江的情人呢 啊 当年华国被吞灭之后 很多贵族女眷 都被分发到了各处围壁 沈追 简律地讲述着 夏江的夫人 有一次见到华族公主 寒冬腊月在外换衣 心生怜悯 便将她带回自己府中 视之如昧 谁知一来二去的 这公主竟跟夏江 勾搭在了一起 夏夫人也是前代寻境史 性情很是刚烈 一怒之下 就带着儿子走了 到现在还不知道 人在哪里呢 听起来 这可不是小事 蔡新正正道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沈追横了他一眼 贤族公主七年前就死了 你五年前才调人警官的 那时候 事情早已经凉了 夏江那个身份 又是个半眼半现的人 你这么严肃 谁没事干了 跟你聊他的风流私事啊 可是那华族女子为妻的 富贵人家很多 就算夏江的情人是个公主 那到底也是亡了国的 很值得关注吗 看来蔡大人 不太了解 寻族公主这个人 梅长苏正色道 她可不是 只一副情人度日的等闲之辈 当年华贵未闻前 她就是长生公主之一 地位 仅次于后来的战子的长姐 玲珑公主 只是 她更狡猾 更善于隐藏自己的锋芒 使得很多人 都没有意识到她的危险 但其实 这位玲珑公主对于很多华族人 一直都有着惊人的控制力 虽然现在她已死了 但夏江多多少少 还是从她那里 承寂到了一部分这种控制力 如果蔡大人 查不到其他的杀人动机 也不妨考虑一下 灭口的可能性 灭口 也许范城湘发现了自己的小戒 在乡夏江是以援手 也许范城湘本人 就曾经是夏江的庇护者 后来为了某种缘故 想要告发 夏江掌管玄境寺多年 她一定有着我们难以想象的暗中力量 不早点把她挖出来 难说她还会对太子殿下 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菜拳 眉睫一动 传言之道 先生 所言甚是 如今夏江在逃 无论是对殿下 还是对刑部 这都是一桩大大的心事 就算这案子 只跟夏江有一丁点的联系 也要先把这一点 给查清排除了才行 是啊 如果这只是一桩普通的凶案还好 若真与夏境有关 倒是一个追杀她行踪的好记忌 对了 欧阳侍郎将目前案情的记录文案 整理了给我 我恰好带着在路上看 先生要不要也看看 说不定能发现什么我们疏漏的地方呢 梅长苏还未答言 一直在宁神静听的萧锦岩 清冷清嗓子道 蔡青 米形势已经很周全了 苏先生大病出狱 不要让他老沈 大家说点轻松的话题吧 蔡全本来正在伸手 朝袖中摸暗卷 经太子这样一说 动作不由僵住 萧锦岩说这句话的时候表情控制得很淡 让人判断不出他明确的出言阻止 是真的体贴梅长苏的身体呢 还是不高兴看到蔡全就这样把刑部的案卷拿给一个五指的客亲翻开 旁观的沈锥心思更明积一点 瞬间便联想到了这两人已经有好久未曾见面 以及萧锦岩刚才迟疑了一会儿 才讲梅长苏进来的事实 难免会猜测 太子是不是在有意疏远这位积谋见长的麒麟才子 心头咯噔了一下 立即向蔡全使了个眼色 示意他请罪 臣思虑不周 确实不该麻烦苏先生 请听下见谅 蔡全也不是笨人 当即领会了意思 记下自己刚才谈的兴起 行为却有不妥 忙躬身失礼 萧锦岩并不在意这两个尚书有什么样的误解 不过他却不希望梅长苏也有同样的误解 于是又解释道 听说先生的病还是要以清闲静养为主 何况先生到东宫又不是来讨论案情的 指点一下就行了 细节方面就不必费心了吧 梅长苏深深地看了萧静岩一眼 见他的视线不自在地闪避了一下 心头不禁起疑 沈追和和笑着打圆场的 殿下说的是 都怪蔡大人 人家苏先生是来给殿下贺喜的 结果茶没喝一口 点心也没吃一块 你就拉着人家说案情 其实范城湘的命案是梅长苏先提起的 不过蔡全再耿直也不至于这个时候来争论技巧这个 当下含含糊糊的嗡的几声算是认了沈追的话 不过他认了 梅长苏却不知为何不肯下这个台阶 竟笑地笑道 殿下好意 苏默心里 不过蔡大人的这份案件 我还真的想看 殿下不介意吧 听他这样说 沈追和蔡君已是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仙人萧景岩似乎没有因为被委逆而生气 他只是犹豫了一下便道 谦先生有此兴致 那蔡君就请先生指教一下吧 蔡君与沈追快速地交换了一下 从袖中取出案卷 递给了梅长苏 案卷并不很厚 大约有十来夜的样子 盯得整整齐齐 字迹显而清楚 梅长苏接过来后 先向萧景岩告了声不公 之后便朝椅背上依靠 姿态很放松地翻看了起来 可是他看他的 其他三人总不能傻傻地在一边等他看完 更何况坐在上手的 还是一位尊贵无比的太子殿下 所以沈追飞快地转动脑筋 找了个话题 来活跃有些冷场的气氛 殿下 下月就是陛下的圣守千秋了 记得去年 殿下献了一只好俊的猎影 殿下甚是喜欢 今年想必殿下一定有更好的贺礼了吧 对于人子而言 最好的贺礼就是小心 只要我齐身修德 理正不失 送什么父皇都会喜欢的 萧景岩努力以平常的态度 继续蔡神二人交谈 只是时不时会朝梅长苏那边瞟上一眼 梅长苏并没有注意室内其他三人在谈什么 他似乎真的被暗剧内容吸引住了 一夜接一夜地翻看着神色很专注 只是偶尔端起茶来喝上一口 萧景岩的视线再次转过来的时候 他刚好正把茶碗朝手边的小桌上放 手指无意中碰到桌上摆着的一盘点心 并随手捏了一块起来 看也不看就朝嘴里放 沈追和蔡全忽然觉得眼睛一花 闪神之间 萧景岩已经一个箭步冲了过去 一把抓住没长素的手 快速地将那块点心从他的嘴边夺了下来 远远丢开 这离奇的一幕使得所有人都强住了 就连萧景岩自己在做完这一系列举动之后 也立即意识到不妥 变得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目光游动得到 呃 这点心 不新鲜了 太子东宫端出了待客的点心会不新鲜 这种说法实在是太新鲜了 新鲜到他解释了这一句之后 效果还不如他不解释得好 梅长苏的目光 慢慢地移到了旁边小桌上 那里摆放的是一份细点拼盘 有芙蓉膏 黄金丝 核桃翠 还有真子苏 从表情上看 梅长苏似乎没有什么大的震动 只是慢慢垂下了眼帘 面色渐转苍白 根本看不出他此刻心中剧烈的奔滚与角动 原本仅仅是有一试探 然而真正试探出结果之后 他却觉得说不出的难受 胸口一片紧致 一片冰凉 请您继续收听 由莫言鬼语南音为您播讲的狼牙榜